買一百塊就送一顆高麗菜啊 你沒聽錯 高麗菜不用錢 因為受到產量過剩影響 量販業者現在分推 半買半香送手法 趁勢欄客 雨下的少 也讓高麗菜主要產地 中南部地區收購價 每顆價格跌破5到9元 小顆夜店甚至只賣3元 三顆加起來才相當於 一顆茶葉等價格 大販業者看準這一波碟式 分推促銷優惠 愛美打出買生鮮滿一百 就送一顆高麗菜 家樂福則推滿兩百送一顆 全聯甚至直接喊價 一顆下殺9塊錢 沒有這種價格 多久沒看到了 大概有一個月不止吧 因為現在在市場裡面 高麗菜也要大概20塊錢 15塊錢一個 接著打低價製造小確信 看中的更是促銷背後 刺激消費 像是有的還限制 得買生鮮才有高麗菜 推銷優惠 我們光是高麗菜 上週一週就賣了10萬顆 免費高麗菜的活動 可以提升我們生鮮蔬果業績 大概將近兩成左右 高麗菜疊 量飯店進貨成本也低 看準婆媽省錢心態 利用高麗菜當促銷噱 忽然成功創造話題 有張凱亮 李佩軒 Action小組 台北搶不到